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对冲基金增持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科技股常识主席李泽据说 如果要赌香港长期差那些人必然输 专访哈士奇首席执行官翁晓琪谈在当前市场剧烈震荡之下的比特币还有虚拟资产的前景 星期四美国股市大幅度上涨 比如说道琼斯指数涨了1.4%以上 标普外指数涨1.6% 纳斯达克指数更超涨了2.34% 这个星期日我们看到美国股市连续的上涨 而星期四的飙升也带动了日本股市星期五的涨幅 达到了3.6%涨1336点 主要是因为7月份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都很不错 在星期四公布的美国7月份零售额环比增长0.1% 便超预期的0.4% 显示了美国消费者7月份的支出增加 通胀降温和收入增长继续推动家庭消费能力 数据表明即使面对高物价和借贷成本 消费者仍然具有韧性 这个星期美国也公布了7月份的CPI涨幅只有2.9% 低于预期的3% 美国上个星期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也回落到22.7万 低于预期的23.5万 市场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已经急促下降了 带动美国常在习率从上了3.90以上 美元会价值数在103的关口 美国并没有出现衰退的阴影 投资者心结解开了 所以接下来的焦点就在下个星期五会揭幕的全球央行年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发言 鲍威尔到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谈话呢 市场关注这是一个联储局货币政策的重要节点关口的谈话内容 美联储宣布主席鲍威尔会在美东时间23号星期五的上午10点钟 在堪萨斯城联储局主办的Jackson Hall经济联讨会上 就经济展望发表讲话 这个会议每年大约有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机构参与 外界称为是全球央行会议 今年的主要内容是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性 在过去的全球央行年会 美联储主席发表的讲话前后 金融市场经常出现动荡 当中2022年鲍威尔发表讲话的时候 美股在短短9分钟之内下跌超过3% 去年鲍威尔发表讲话的前一天 倒直也创下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美联储9月份市场认为现在会降息 焦点在降息的幅度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日本央行在早前的加息态度使得市场波动 但是我们这一段礼拜也看到了 日本股市不断的在上场 新球的涨幅更是使得日金指数 重上了38000点以上 也是因为美国经济衰退的优率暂时输缓了 在美股上涨之后呢 带动日股今天早上已经是升超过了1000点 整个收盘的时候击涨3.64% 是今年之内第二大的涨幅记录 并且接连突破37000 38000点大关 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优率输缓 激励大盘大幅度攀升 整个星期日金指数累涨8.7% 是2020年4月以来最高的 而日元跌到了149以下 低见149.34 台湾股市上涨2.7% 报22349点 台积电的涨幅是2.7% 收报969块新台币 台湾股市大涨2.07% 日本股市日元在上个星期 曾经升到了141.7% 现在跌到了149% 至于在港股方面放量反弹 结束两连跌 崇上250天牛熊分界线 横止收盘17430点 上升321点 涨幅1.88% 国企指数升2.1% 科技股指数升2.21% 昨晚成交 1,014亿港元 整个星期横止上升339点 涨幅1.99% 连涨第二个星期 内地股市震荡分化 互升两市全天窄幅波动 两市成交维持在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 上证宗值轻微上升2点 深层值跌20点 创业板指数跌0.08% 人民币汇价 涨价在7.16 7.17 涨价在7.17 7.18 我们刚谈到了日元 在前一段时间 曾经高见了141.7 那是因为日本亚航花很多钱 进入场去干预会市 花了什么样的钱 是卖出了美国的国债 来买美元 所以美国财政部 最新公布的6月份增持 6月份美债的数据 其中日本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债 6月份就减持了106亿美元 降到了1.117万亿美元 持有量是8个月以来最低的 日本继续是持有美国国债 最多的海外国家 不过我们看一下累计过去三个月 日本已经减持了70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据说是为了稳定日元汇率 日本需要准备充足金的资金 所以减持美债 至于中国内地在6月份增持 119亿美元的国债 增持幅度是半年最大的 总持上量7802亿美元 创5个月来的新高 持有最多美债的10个经济体当中 在6月份增持和减持的数目 各占一半 当中以法国的增持规模最大 达到了242亿美元 在资本市场当中 因为AI股票吸引了绝大多数的资金去投入 像是美国的股市表现就是这样的 那么其他的市场 是不是还有些不错的股票呢 现在有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也看到了中国的互联网科技股 是有增长的空间的 这两天华尔街日报 一直在重点报道的是 著名的投资者伯利 增持了中国互联网科技股 这个叫做迈克尔伯利 在第二季度增持了阿里巴巴 他的持有的阿里巴巴的价值 到6月30号 已经超过了1100万美元的投资 是他最大的次仓 他也增持了3万多股的百度股票 价值200万美元 他减持了另外一家 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京东的股份 减持了11万股 价值整个加起来 现在还有大概是300万美元 不过呢 他还是他投资组合当中 最大的股票持仓之一 阿里巴巴首个财季 4到6月份经调整 净利润是406.91亿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9.4% 略胜于预期 他收入增长有4%到2432亿元 低于预估的2498亿元 阿里旗下的滔天集团 境内线上商品交易总额 也就是GMV 按年录的高单位数的增长 反映淘宝天猫等核心业务的 客户管理收入也就是CMR 按年上升1.9% 外界关注的是阿里在香港由第二上市 变更为主要上市的进度 熟悉财务官徐宏说 集团在下个星期四 也就是22号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到时候主要上市转换相关议案 需要获得股东的批准 一旦获批目标在这个月底之前 完成转换 后续会纳入港股通 是不是会纳入港股通 取决于交易所的规则 还有程序 至于关注的就是同样在星期四 放榜业基的京东 公布了到6月30号为止的第二季度 收入2914亿元人民币 按年升1.2% 净利润126.4亿元 按年增长92.1% 今天京东的股价大涨了8%左右 京东在第二季度的电话会议当中说 全年收入增速力求超过中国零售销售增长 长年的利润率目标保持在高单高个位数 他们在电话会议上谈到了超市的业务有望成为集团增长的关键引擎 坚持低价策略 而且低价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始终将用户的体验放在第一位 至于在星期三公布业绩的腾讯 经调整之后的纯利573.1亿元人民币飙升了53% 远超过市场的预期 当中很重要的几个部分是 在这个内地就是本土的游戏 增长达到了9% 收入346亿元 在国际市场的游戏收入有139亿元 按年增长了9% 所以对这样一个增长情况 是不是后续还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呢 腾讯总裁刘志平就提醒说 尽管上个季度的游戏业绩取得不错的佳机 但不应该忽略过去几年行业环境具有挑战性的事实 需要非常高质量或者是差异化的游戏 才能够继续吸引用户 我们来分析我们整个的互联网科技股 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三家公司 它的盈利和去年统计相比都是50% 甚至90%的增长 所以特别是京东增长的速度很快 那么从经济市场来看 更关心的就是这种增长怎么体现为更好的股价 因为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五六年前的时候 他们的股价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很值得大家投资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就有点像现在美国的 这些和他们差不多的公司 其实我们看看 就是为什么它的股价下来了 除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以外 就是你这个公司得有创新 对中国公司而言就更加要求 它给投资者一个创新 他们有没有创新呢 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拼托多 它为什么它的股价也升得非常快 就是因为它在这些电商的细分领域 它做的可以更低价 可以更有特色 对 还有呢就是百度 它做的不光是自动驾驶 它现在是做到了无人驾驶 所以我们说呢 这些高科技公司 或者说平台公司 如果说它要把股价和 它的这个业绩增长 做一个吻合 特别是利润那种做一个吻合 它得给大家描绘一个更好的前景 而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当中 有一点不如人意的 就是呢 这些公司以前投资很多初创企业 就他们背后是股东 但是呢 现在他们自己 因为股价不高 所以它自己的实力也在往后退 所以怎么快速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对这些公司来说 也是下一步要经营的方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 是在中国发生 当然在海外它也有发展 在中国发生 我们看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 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就是各种所有制 它是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获取各种市场要素 所以比如说现在中央政策 鼓励的以旧换新 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平台 它要去做以旧换新 它比地方政府 很多经济学家说 你发点什么消费券 如果交给他们来做 它的效率又快又好 而且拉动效益还极大 所以如果说哪些地方政府 它要在消费方面 要想做这些事情 它应该第一时间 和这三个公司 或者说更多的 保持密切联系 对而且他们又去把那些 自己线下联系的各种渠道 比如说家电 各种档次的家电 还有库存的 它一目了然 就可以起到 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能是撬动的力度非常大 应该说呢 如果说哪个地方政府 和他们很紧密的合作 是落实 而是在三中全会 关于各种所有制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一个 非常好的范例 谢谢文辉 市场一直在问的 就是国际资金 什么时候回来香港 又或者是停在香港的 国际资金 什么时候会重新投入到 香港的股票市场当中 我们来听听 常识的主席李泽聚 怎么来看香港 现在的一些情况 李泽聚星期四分享的 他们在一期报告当中 分享了一些看法 并且回答了分析员的提问 他的看法是 香港市场过去几十年 经历很多的周期 每次赚钱最多的人 都是在大多数人 看淡的时候入市 所以他说呢 我不敢赌香港市场太差 因为过去的历史 让我们知道 谁赌香港长期差都错了 他强调香港担当大湾区和世界 乃至内地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角色 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 而长期集团可以随时调动 大批资金投资香港和内地 李泽聚说 他的经验告诉他 当香港市况转变的时候 一切的变化都会发生的很迅速 过往很多人都反应不及 所以千万不要把香港看得太淡了 企业CEO首席执行官 或者是这些主席们 在企业在市场的第一线 非常了解市场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下一节我们就会来了解一下 在目前的事况之下 虚拟资产 还有一些加密货币 是不是值得投资的一个领域呢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回到 金石财经 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在两三个星期之前 每股日股大跌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星期 他们都已经在逐渐修复 回到将近原来的位置了 在这样的波动当中 比特币的价值也从曾经接近7万 现在回到了6万以下 虚拟货币 是不是一个投资者好的投资 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Hashkey Exchange的首席执行官 翁晓琪先生 帮我们现场来谈谈 晓琪你好 主持人你好 谈到这个加密货币 代表当然就是比特币 这段时间它的波动是特别剧烈的 很多人说 以前是要投资房地产 投资股票 这两项现在都不行了 所以加密货币 是大家这两年比较热的一个方向 可是它的巨幅震荡 又让大家觉得想进不敢进 你怎么看在全球市场越来越复杂 剧烈震荡情况之下 加密货币的投资 它还有意义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其实在十年前 当我刚关注这个行业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有过一次 类似的这个问题 那当时我记得是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从1000多美金 快速地跌到了100多美金 这个剧烈振幅比现在还要再大 那么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也发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它是否有投资的价值 它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 会不会对 能不能对它的接纳跟认可 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这已经历史 仿佛重演了多次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其实它的这个政府 相对来讲 因为它是反映了外界的一个 宏观因素的变化 特别是这个日元加息 那么它其实这次呢 其实已经波动不大了 从6万多到5万 其实就百分之几 但当时呢 你想当年从1000多到100多 所以它经过这么多轮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在这个这几年以来 特别是在传统金融机构进场之后 那么它整个生态环境 其实已经比当年 要成熟稳重很多了 但是呢 它依然有相对大的波动 这个的原因呢 其实还是因为这两年以来 外部的环境是美元在不停地加息 美元加息的持续的过程 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加息的这个大部分的过程 那么让全球的这个流动性 特别是金融市场流动性 都变得非常的脆弱 那么再一个波动 这个波动 这个压垮骆驼最后一个稻草呢 就是日元加息 我们知道日元长期是处于一个相对低息的一个状态 基本是零利率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 那么它带来了全球的一个就是叫跨期套利的一个市场 那这次呢 这个加息呢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很多人很敏感 所以特别在美元加息 导致全球这个流动性 接近枯竭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神经就被波动了 那么带来了 其实我们看到美股日股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么相比来讲呢 比特币在这中间其实还算稳健 那么从未来的一个价值来看呢 比特币其实是一直是受很多人的一个关注 那么很多人对它持不同的看法 但这里面我们用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去来理解它 就是我们知道美债 美国的美债已经到了35万亿这么一个天量 35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一个美国人身上背着10万美金的一个债务 一个小孩孤孤落地 他就欠全球80万港币 那美国怎么还这个债呢 所以从长洲基地来看呢 它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知道马上美元要降息了 那么可能在明年后年开始量化宽松 简单讲就是印钱 通过不停地印美元 加大美元的供应 把美元的单位价值拉下来 让35万亿呢不再值那么多钱 那么在慢慢还 那么这个过程呢 长期的我们叫通货膨胀 我们都知道30年前100块钱 可以买好多东西 但是呢30年到今天 那个100块钱可能在香港买一个外卖的构腔 就购买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一个稀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老百姓怎么用一些方式方法来保障自己 在这个长期的通货膨胀中 不受到这个冲击呢 那么传统一点的人可能会用黄金 因为黄金呢 它的总量上限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但是新时代的人呢 可能会选择用比特币 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那么这个因为比特币有着比 相比黄金更好的流动性 然后呢它的总量是上限是恒定的 2100万枚 神仙来了都没有用 都改变不了它的属性 那么而且它易于携带 它在全球都有流动性 而且它不可能被创改 我们知道黄金 你在街上买个金条 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比特币不会 所以长周期来看呢 它的一些底层的特性 特别是伴随着它在区块链上面的 这些带来的好处 这个是目前来看 全球已经是独树一帜的一个资产了 那么我们再畅想一下 假设30年后50年后 当这个AI文明崛起了 AI呢我们知道一堆机器 一堆算法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看作 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体 他们也要买东西 我们仍是买东西来吃 那么他们是要买算力 要买电力 那么他们会用什么货币 会是美元吗 我认为大概率不会 那么会是比特币 或者其他的加密资产呢 会吧 我认为有可能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星辰大海 未来还没有来 我们等待时间来验证 小夕已经很清楚地 谈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加密货币在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当中 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不知道特朗普 是不是也跟你一样 看到这个加密货币的前景 之前呢 比特币曾经高见将近7万美元 正是因为特朗普的那个话 他在出席加密货币有关的大会的时候 就是说他要成立一个总统资讯委员会 当他当选总统之后 要把比特币做比特币的国家储备 等等之类的 你认为特朗普的这番讲话 有改变向加密货币 未来的一个基本面吗 对 感谢主持人 我也看了那个发言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呢 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家 长者 他居然对于比特币呢 会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这个认识跟洞察呢 其实超出了大部分的普通的民众 还有甚至是一些金融存在者 那么当然 这个加密资产呢 其实在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呢 它其实已经从一个相对的小众 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我们看到为什么 包括其实Harris 他在川普发言之后 他其实也表态了 对于这个Crypto 对于Web3的这个Adoption 他表示支持 希望他在就任之后 他可以推动这个法律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对比十年前 当时的这个剧烈波动的当时 那个时候呢 Crypto的这个持有者 其实是个非常小众的群体 但十年之后 他已经可能占到了 有个数据统计 占到了美国国民的20%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关键少数 也就是说这个群体 从小众走向了相对的大众 而且呢 甚至是会决定 或者说主导一个 全球第一大国的 这个总统人选的 这个候选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Trump 他这个打开了 这个Crypto的这个 Donation之后 这个政治现金的 这个规模是可观的 是让Harris那一方 非常垂千三尺 但是呢 对于政客来讲呢 他在竞选阶段呢 他的很多承诺 肯定是overpromising 对 就是他说得多 先把牛吹了 但是呢 在未来 假设他上任了 那会兑现多少 这个可能要看 到时的情况 但是呢 Trump的这个发言呢 我觉得对全球 这个产业呢 可能会有两个 特别大积极的变化 那么第一个呢 是他会让国家 这个层面 对于Crypto 对Word3的重视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知道 其实整个产业里面 在过去的全球监管中 过去几年 其实已经有 很多积极的监管者 像新加坡啊 美国啊 日本 然后包括香港 当然还包括 中东啊 欧洲的Mika 其实这几年都在加速 对于这个Crypto 对Word3这个产业的关注 但是更多呢 是在持一个 相对保守审慎的态度 是的 那么希望以监管 或者规范金融秩序的 这个方式在进行 那么但是这次呢 美国的这个态度呢 它是表现出来的是 对于这个行业的鼓励 它希望Word3发生在美国 所以它把这个高度上升到了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军备竞争 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那么这会让之前那些 偏省省保守的国家 会重新审视 自己的政策 是否是适当的 是否过延了 所以我认为呢 可能特别是这两年 已经有很强的 就是比如说香港跟美国在抢 然后还有迪拜也在抢 是 那么这种竞争会加速 人们会发现 Word3呢 从过去一个需要你防范的产业 变成了全球的新的引擎 特别是目前来看呢 全球会认为 AI跟Word3 是两个经济增长的 特别是科技创新的大的引擎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 全球各个国家要抢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重大的变化呢 是过去 其实很多的个人 包括一些企业 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还有一些国家机构 像养老金啊这些 都对比特币是持有相对的保守 或者是在观望阶段 这个阶段呢 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发展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让大家去检验这个风险 那么这次呢 我觉得川普他的表态呢 会让很多在观望阶段 在犹豫阶段的人呢 会觉得 作为前国家元首 已经高度接纳他 并且要进入到这个赛道 那么很多的金融机构呢 可能会跨过这个观望阶段 会进入到正式进场的阶段 所以这个过程 我认为呢 川普会极大的加速这个进程 是 小齐最后30秒 请告诉我们 如何理解香港在发展 这个虚拟资产的一个政策目的 因为香港发展呢 不只是加密货币 30秒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OK 香港呢 其实历来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它是一直受全球的瞩目的 那么Web3呢 作为一个新的金融的产业 首先这个产业需要香港 特别是亚洲的金融市场 需要香港 那么在跟美国竞争 抢夺这个赛道 那么它是个桥头堡 那么香港本身呢 它要做经济的转型 它也需要Web3 跟它的金融业 进行深度的融合 生长出来新的产业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特性 很难有很多新的变化 所以这次 我觉得是香港 必须抓住的一个机会 谢谢温小齐先生 到节目当中来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